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 今天是中国传统节系冬至 今天冬至春归有期 冬至是北半球白昼最短、黑夜最长的一天 冬至之后 中国全国的气候都会进入最寒冷的阶段 也就是人们经常所说的数九寒天 每九日为一九 从一九数到九九 就到了冰雪笑容、春暖花开时 除了气象上的重要意义 冬至对中国人来说 也是一个重要的节日 在传统的观念中 冬至是基酸二十四节气的起点 有冬大过年的说法 向北方 众多的家庭都有吃饺子的集中 还有一个有趣的说法 冬至不端饺子碗 冬掉以朵无人管 向南方一碗的汤圆 意思就是团团圆圆和和满满 冬至也是标记着一年的末端 过完了冬战一日 2023年仍有最后的九日 回首时光匆匆 每幕灿烂的光景 都是如约而至 不曾缺席 只望前路 严冬将次 但春归有期 只要心怀目标 就不会失去方向 请不吝点赞